同学做好了 我再把这个试着 把这时候把它整理 把它写在这边 所有的I 我把这边 从这里 我们刚刚是从这边推倒到这边 我把它整理在这边 我们现在变成有两个联绿的文方式 会不会写这 我们这是 这是在这里 然后这是在这里 你会不会写这个联绿的文方式 这联绿的文方式会不会写 很容易嘛 我们把这个再文文一次 再文文一次对不对 就我这个文文 这个文文再把这个文文带进来 我们做一份看好了 我们把这个文文一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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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抵过来 这次我们可以把这个怎么样 解出来 所以得到A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系数 把它整到左边去 把它换到左边去 所以我们得到 两倍的I 这细数 就会不会写这个 这些 Sharon 把这些我把这些事实 把它整到左边去 那再 那再 对不起我们 这个事实很像I 这些时间有一个 我们得到 谢谢你 我们这样这个事实 很像I 像I 然后这些事实 兩次結尊的 這個步道是因為 它是癌來的 這個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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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兩次結尊的 這邊是一次結尊的 這就是兩次結尊的 三項 我現在再把這三項 兩次結尊的 一次結尊的 我把它寫在一起 就這樣 這盒到是什麼樣子 這全部都黏 你們會解脫 你好 這種文方式 其實我跟你們講過好幾次了 該怎麼寫 對,它一定指射函數 它的結一定是這樣寫 它的結尊一定是這樣子 它的結尊的結尊 一定是指射函數了 這個我們叫現性 現性文方式 一個常數 一個T.0 T.0的常數 然後成長怎麼樣 成長這指尊函數 那你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就可以把λ解出來 所以我們就帶進去 我們得到 負的λ平方加上 它有兩個結 這是平方 那你們帶那個多像 那個 就是 兩結的那個 多像式 你就可以把λ解出來 我把它寫出來 你帶那個公式 這時候你們在數學所說 這個應該會背起來的 數學所說的公式 我們有兩個結 這是兩個獨立結 這是兩個獨立結 然後一般結 一般結 該怎麼說 一般結 兩個獨立結 的現性文 所以我們的結是這樣 我用不同的符號好了 我用一跟二好了 我們這邊有兩個獨立結 你們知道我這邊寫的意思 這邊如果正的話寫成一 負的話寫成二 有沒有問題 我們這得到以後 另外一個 我們就得到這兩個結 從這些 你們可以自己校對 這都是很容易 都是很容易做的 你們自己校對一下看看 這兩個得到以後 我們就經過這兩個公式 我們看 這跟原先的 原先的係數 這是我們原先要的係數 對不對 跟這個是差這個 差這個係數 我們把它沉進去 我們就得到 我們已經把答案 怎麼樣 我們已經把答案解出來 就說spinner 自選狀態 自選專的 隨時間變化的 兩個分量 我們都已經解出來了 你們都抄好沒有 那下一步 我們就要來討論 它的物理意義 這是我們從數學上解出來的結果 我們解那個圓方式 連立圓方式解出來的結果 我們現在討論物理意義 我們做在p等於的時刻 自選的是在怎麼樣 在G方向 在主要儲場方向 因為主要儲場在 我們把G軸選擇在主要儲場 對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r法 就是說 起死在t等於 提前的狀態 起死狀態 是自選向上的 這是自選向上 這是自選向下 自選向下 自選向下沒有分量 全部在那裡 自選向上 然後我們底下要討論 就是說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有多少厚然率會變成怎麼樣 自選向下 就它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 我們要攻擊它能量 這能量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能量從哪裡來 我現在問你們 對 它不是體現這狀態的改變方向嗎 因為在磁場中 它改變方向 你要給它能量嘛 因為它從比較 穩定的狀態 比較低能量狀態 變成高能量狀態嘛 所以你要給它能量嘛 這能量從哪裡來 是從外交磁場沒有錯啊 從哪一個來 只要是從小磁場來 因為B0是固定不動的 它從交流店 從交流店 從交流店 吸收不來 對 它如果只有B0的話 它固定不動 我們不是上次講過嗎 如果只有B0 如果只有B0 如果只有B0的話 它這個磁場就永遠停在那邊 因為它是IgonState 所以它是B0的IgonState 那我那個IgonState 物理意義 我不是跟你們講過很多次嗎 就是IgonState 它永遠怎麼樣 永遠維持那個State 所以它永遠不會掉下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它會掉下來 是因為有B1的關係 這樣清楚嗎 我意思說 如果沒有B1 沒有那個交流店 沒有那個交流的食場 它就永遠停在那邊 就永遠在這個狀態 那我們看 這是基層狀態 那我們帶進去把它解出來 那我們知道那個在這裡 T等於0的話 這項等於0 這也等於0 這也等於0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A1加A2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告訴我們 A1加A2等於1 這個 那另外這邊呢 這邊要等於0 T等於0 這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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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告訴我們底下要怎麼樣 底下要等於0 就是α 再加的減的 對不對 只有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告訴我們 是要等的這樣 那這個連率方式可以解出來 這次解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對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你把這個係數 A1跟A2 對不對 帶到這個式子來 會不會 帶到這個式子來 然後取絕對值平方 我再講一次 這是我們解出來 我們根據這個起始條件 我們根據這個起始條件 解出這兩個係數出來 把這兩個係數 帶到這邊來 A1跟A2 對不對 A1跟A2 我們帶進來 然後取到絕對值平方 這個絕對值平方 是多少 這邊是我們要萬平方分是4 這個呢 絕對值平方是1 剩下是這邊的絕對值平方 我們把A1跟A2已經帶進來 所以是得到這個結論 對 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 改寫成這樣子 這是我們得到最後的結果 我們把它整理以後 得到最後的結果 對 等一下你就取這個給 你把這個 舉這個值平方 你把A1跟A1帶進去 有沒有操到 A1等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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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個 你們操了沒有 那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 這個公司 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的物理意義 你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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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我沒把它調到哪裡 我剛剛已經講過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講過 V1怎麼樣 V1這個磁場 比怎麼樣 比主要磁場要小很多 這是從你們訊號產生器 訊號產生器 產生的那個電流很小 所以這個磁場很小 所以我們有這個 那這個公司我們怎麼樣 我沒有一個1 小一小一 我沒有一個0 對不對 你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通常要怎麼樣 你的訊號產生器的頻率 訊號產生器的頻率 通常是設在 調在跟Omega0很類似的 所以 Omega1 也是小一小怎麼樣 也是小小Omega1 在這種情況下 這邊是Omega1 是Omega1 所以這個怎麼樣 這個可以 這個很小 所以我這樣寫 所以這個係數很小 不是 對 我這樣寫沒有錯 都抄了沒有 可是當 Omega 你這個Omega很接近它的時候 很接近兩倍Omega0的時候 我們看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這個係數 當Omega很接近兩倍Omega0的時候 這項怎麼樣 去近一倍Omega0對不對 這兩項就怎麼樣 消掉了 對不對 這個跟這個就消掉了 是不是 這兩項消掉的時候 就剩下這一項 這項 這項 這個也是去近一倍Omega0 這個也是變得很小 那這也是很小 所以變 所以是多少 1-cos 一個數目嘛 對 那我們知道 所以這是 我沒有換T 對不對 我剛剛寫過 這等於0 對不對 那 應該T平方 對不起 這邊應該T平方 我操錯掉了 因為沒有當外因子 這邊是T平方 對 所以開根號 開根號變成cos 我沒有換T 所以我這邊寫在 開根號變成我沒有換T 有沒有問題 這邊應該還有個T平方 我公司寫 我再重寫 這邊應該 對寫 這個T在外面 T在開根號的外面 你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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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對一下 T在跟號的外面 你們交對一下看 這邊T是在跟號外面 所以這邊是我沒有換T 然後這邊是 這項是0 這項很小 變成這項開根號 所以是我沒有換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它的order是多少 order是1 個位數 就是它的量是個位數 對 所以告訴我們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細節會不會很小 這細節不會很小 假如是在 頻率在其他範圍 這個很小 對 對 如果這不是很小 表示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有很大 很大 後蘭率怎麼樣 是在向下的 怎麼樣 對 還是隨時變化 沒有錯 它還是在做變化 但這告訴我們說 它細節不是很小 表示它有很大後蘭率怎麼樣 變成 之前向下 那這個現象叫共振 這現象叫共振 結果你的頻率 跟它的固有頻率 固有頻率是兩倍 兩倍我沒有而已 你頻率跟它接近的時候 它怎麼樣 就突然會很 很大後蘭率 跳到下面去 從自然向上 變成自然向下 那這叫共振 利用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 因為等一下那個 需要給她做 做那個 對 對 給她